下面要带来这位歌手呢 也很擅长骑马哦 马骑得不错 是的 接下来就是大家的田野男孩丁真 丁真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也而且了解他的家乡礼堂 我的一位朋友呢 就去过礼堂 海拔四千多 要适应那里的海拔呀 否则真的非常非常的痛苦 他告诉我说 那里的人们真的都是能歌善舞的 少数民族地区很多都是能歌善舞 但是即便如此呢 那里依然缺乏 就是专业的音乐教育的师资力量 自从中国扶贫基金会 美好学校音乐课堂项目 在这里落地之后呢 已经为礼堂十九名音乐老师 完成了音乐教学能力的提升培训 为十六所学校完成教室改造改建 并且组建了六个合唱团 音乐呢 不仅丰富了山里边孩子的一些日常生活 同时呢也让他们认识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今天呢会有其中一个乡村小学合唱团的孩子 和丁真一起演唱一首叫德吉的歌曲 德吉在藏语里的意思就是幸福 在此呢我们也祝愿那里的孩子 那里的非常可爱的能歌善舞的乡亲们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德吉下去 音乐 李宗盛异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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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样 看完这段演出 你满足吗 我觉得音乐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好 而且看到这些孩子 他们的脸是那么的纯真 所以我看的时候 就会不自觉地露出微笑 真的太可爱了 我也看到我们的弹幕里边 都已经刷屏了 我很难捕捉大家的评论 还是看到了一些 比如说WL他说 孩子们好空灵的声音 然后飞过大雁说 丁真珍珠和小朋友们 六一节快乐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还有这位四月天 他说和丁真珍珠一起助力公益吧 让家乡孩子们拥有诗和远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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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